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1月22 11月25号星期一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 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若特朗普取消税收抵免 加州或将提供类似政策 高院允许对元宇宙提出 集体诉讼金额达数十亿 特检官史密斯撤销特朗普 干预大选案重罪之空 特朗普财长提名人选 受到华尔街欢迎 道指上涨创新高 中国总理李强与外商企业代表 举行座谈 中国要求银行对相关企业及项目 做到应迁进迁 能投则投 以色列和珍珠党之间的冲突升级 黎巴嫩停火谈判艰难 以色列据报同意推进于 黎巴嫩珍珠党的间接停火谈判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来记者天下11月25号 东湾综合报道 据福克斯地方新闻二台的报道 自从特朗普胜选 加州州长纽森便誓言反制 近日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如果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 取消联邦电动汽车税收抵免 加州可能会为电动汽车购买者 提供州税收退税 纽森将提议创建新版本的 加州汽车 加州清洁汽车退税计划 该计划在资助了59万4千辆汽车 并节省4.56亿加仑燃料后 于2023年逐步取消 声明说新退税系统的资金 可能来自温室气体减排基金 该基金由加州限额 于交易计划下的污染者资助 本来消息 最高法院允许投资者 对脸书母公司元宇宙Meta 提起数十亿美元的集体诉讼 该诉讼源于剑桥分析公司 政治咨询公司的隐私丑闻 投资者指控元宇宙没有充分披露 Facebook用户个人信息 可能被剑桥分析公司滥用的风险 法官们在11月听取了元宇宙 试图终止诉讼的辩论 称高院一开始就不应受理此案 最高法院驳回了该公司的上诉 保留其上诉裁决 允许案件继续进行 元宇宙发言人表示对法院的行动感到失望 元宇宙已支付51亿美元的罚款 并与用户达成7.25亿美元的隐私和解 本大记者天侠11月25号 东湾综合报道 据东湾时报的消息 加州湾区社会治安恶化 其中机动车盗窃案持续增加 最容易被盗的车辆 并不是豪华豪超车的品牌 而是日本品牌本田 而车辆最易被盗的地区 为阿拉米达 旧金山和圣塔克拉拉 据加州公路巡逻队称 2023年加州平均每两分36秒 就有一辆汽车被盗 每辆被盗汽车的平均损失总额 为8876美元 过去7年来 本田一直是被盗最多的汽车 尤其是私域和雅阁车型 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数据 2023年美国有超过100万辆汽车被盗 汽车盗窃总数比前几年增加25% 车主损失超过80亿美元 以下继续关注美国新闻 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周一表示 他将撤销对当选总统特朗普 干预2020大选案的所有四项重罪指控 这些指控于1月6日袭击国会山事件有关 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对一位前总统 提出联邦刑事指控 据消息人士透露 史密斯及其团队计划在特朗普上任之前辞职 并称特检官办公室一直在努力结束 针对特朗普的案件 以遵循司法部长期以来的立场 即现任总统不能被起诉 周一缩短的感恩节交易周拉开序幕 特朗普上周末提名投资家和对冲基金经理 斯戈特·贝森特出任财政部长提振了股市 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均创下新高 贝森特作为一名全球投资者 曾与传奇的基金经理共事 过去既支持过共和党 也支持过民主党 减轻了商界领袖和金融市场的担忧 投资者欢迎特朗普对贝森特的提名 认为他将支持股市 还可能会帮助团结特朗普的一些 最极端的保护主义政策 由于感恩节假期 美国股市本周四休市 周五提前休市 因此本周成交量可能较低 在缩短的交易周内 利率前景可能成为焦点 据组织工会行动的活动人士称 包括美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亚马逊员工 计划在11月29号的黑色星期五 和12月2号的网络星期一之间展开罢工和抗议活动 这些抗议活动由总部位于瑞士的劳工组织 UNI Global Union和草根政治组织 进步国际组织将在美国 巴西 德国 日本和英国等国的主要大城市举行 组织者称 罢工旨在提高人们对他们所说的亚马逊 反工人和反民主做法的认识 梅西百货周一宣布 由于一名员工在近三年的时间里 故意隐瞒高达1.54亿元的费用 公司决定推迟原定于周二发布的季度财报 据悉 这名员工通过伪造会计记录 隐瞒了小包裹的配送费用 虽涉及金额占其整体配送费用的比例较小 但足以影响整个季度收益的报告 梅西百货目前已展开独立的法务会计审计 并透露该员工已离职 梅西百货的初步财报显示 由于美国经历了史上气温最高的秋季 加上数字渠道和寒冷天气相关的产品疲软 今年第三季度的销售额下降了2.4% 降至47亿元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萧芳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本台消息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25号在北京与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参展参会企业代表座谈 出席的包括苹果公司 康宁公司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企业和机构负责人 李强指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中方将继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 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为以深化全球产供链合作 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更大力量 本台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 工信部以及财政部九个部门 上周四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工作推进会议 会议要求各银行要用好用足政策资源 对清单内企业及项目做到应签进签能投尽投 聚焦提升审贷放贷效率 开批贷款审查审批绿色通道 开发与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及中小企即改融资需求 更匹配的贷款产品 扩扩抵制压品范围 加快贷款签约投放进度 本台消息 欧盟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 就中国对欧盟白兰地临时反倾销措施 向中方提出磋商请求 中国商务部25号确认收到欧方的磋商请求 将会按照世贸相关规则处理 中国商务部重申 中方作为世贸成员 一贯审慎和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 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 这次采取零时反倾销措施 是根据中国法律应国内产业申请 在经过公平和公正调查后 采取的正当贸易救济措施 完全符合时髦规则 中方有责任维护国内产业的 正当诉求和合法权益 瑞银中国汽车行业研究主管 龚明25号表示 内地的汽车报废更新和 已旧换新新补贴政策已开始减销 10月乘用车批发销量超过270万辆 估计当中20%销量受贿补补贴政策带动 同时经销商只有1.1个月的库存 属历史较低水平 不过龚敏认为补贴政策提早透支市场需求 车企也正在加大产能 预计行业的价格战将会持续 考虑到明年的农历新年较往年早 价格战或会提前到明年第一季出现 他还预计内地可能会通过部分延续刺激政策 或者优惠政策 让政策逐步退查 友邦保险25号表示 友邦中国已获得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批准 于浙江省筹建分公司 公司说浙江是内地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和创新引擎 分公司将于获得最终监管批准后开始营运 友邦中国于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深圳营运 并扩展业务至河北、河南、湖北、四川及天津等新拓展地区 北京产权交易所25号的公告显示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计划出售持有的瑞银证券33%股权 转让底价约15.4亿元人民币 根据公告瑞银持有其余67%股权 今年瑞银完成与瑞幸主要母公司的合并后 瑞银在内地合共持有两家控股证券公司 但根据中证监规定 证券公司的股东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参股证券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 控制证券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一家 媒体较早时报导 瑞银提议收购北京国资公司持有的瑞银证券股权 并通过出售瑞幸证券中国全部的51%股权作为交换 瑞银及方正证券在6月 已将合计持有的85%瑞幸证券股权 转让给北京国资公司 作价约15.4亿元 广东证监局25号公布 澳元集团作为公司债券发行人 未披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重大事项 未及时披露未能清偿到期债务 涉及重大诉讼仲裁 董事监事变更的重大事项 决定对澳元及三名公司时任高层 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广东证监局说 澳元集团时任董事长 行政总裁郭子宁 时任执行董事总经理林显团 时任财务负责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陈志斌 违反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 未有保证公司履行讯息披露义务 应付上主要责任 广东证监局要求集团及三人进行整改 依法依规履行披露义务 维护债券只有人的合法权益 公司需在30日内报送整改报告 并超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单消息 立陶宛后任总理帕鲁斯卡斯 较早时表示 对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持开放态度 但强调不会改变目前的政策 包括与台湾维持贸易联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 众所周知 立陶宛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行径 是导致中立关系遭遇困难的根本原因 中方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 希望立方重新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道路上来 恪守两国建交公报中所做的政治承诺 为双边关系正常化积累有利条件 以下时间来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本单消息 以色列军队25号在黎巴嫩境内展开空袭 爆炸声响彻全国 造成至少12人死亡 与此同时 以色列领导人似乎正在接近 与真主党物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 据美联社报道 此次空袭袭击了贝鲁特的商业和住宅建筑 以及港口城市提尔 以色列军方表示目标是已知的真主党据典 并已发布撤离贝鲁特南部郊区的命令 空袭波及贝鲁特室内多个地点 包括靠近黎巴嫩警察基地和该市最大的公共公园附近区域 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 本单消息 以色列传媒25号报道 以色列已同意推进与黎巴嫩真主党的间接停火谈判 报道说 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晚 与国防部长卡兹等人讨论停火协议的细节 并同意推进相关协议的谈判 停火协议将分几个阶段实施 第一步是冲突双方停止敌对行动 真主党武装撤至 利塔尼河以北地区 第二步是 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 第三步是 双方就争议边界地区进行谈判 以确定以离两国边界 报道还说 协议内容也包括成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 来负责监督真主党的活动 以防止真主党在利塔尼河以南重新部署 或在利塔尼河以北加强势力 另外 以色列要求美国总统拜登提供保证信 保证以军在黎巴嫩领土上的行动自由 保证信将成为停火协议的补充附届 法国认为停火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 希望以色列和真主党尽快把握这个机会 本来消息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25号表示 美国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 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协议已接近达成 但强调有关谈判仍然进行中 他说美方相信事情正朝着非常积极的方向发展 但指出目前就确认有关停火协议内容的报道 都是不负责任 他不想做一些任何可能破坏达成停火机会的事情 科比还说他不能确认沙特阿拉伯传媒 有关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将于26号宣布达成以离停火协议的报道 只是表示两位领导人上星期就以色列和真主党冲突进行通话 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当天也表示 美国正在尽最大努力推动以离停火 虽然他强调目前仍未达成协议 美方相信已经接近达成协议 哈马斯公布了据称是加杀一名女性人质尸体的照片 以色列表示正在展开调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乎24号在美洲内阁会议上表示 目前以色列无法核实这些照片 英国政府25号宣布制裁30艘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舶 使得受英国制裁的船只总数达到73艘 尽管俄罗斯出口面临制裁石油价格被设定上线 但仍能继续通过这类舰队出口 根据英国外交国协及发展部的声明 这次列入制裁的半数船舶 过去一年运送了价值超过43亿美元的石油 以及石油产品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25号表示 会在上任首日签署行政命令 对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美国的所有商品 征收25%的关税 特朗普说 在两国严厉打击毒品 尤其是芬太尼和非法越境移民之前 关税将一直有效 特朗普还说 会对从中国进口产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 本台消息 德国社民党25号宣布 现任总理舒尔茨当选社民党总理候选人 竞选连任下届政府总理 社民党执行委员会25号 一致提名舒尔茨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 社民党主席埃斯肯表示 在当今德国欧洲和世界所处的特殊形势下 舒尔茨是正确人选 舒尔茨在透露竞选纲要时表示 他会透过谨慎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以确保和平并重振陷入困境的经济 以及遏制生活成本 舒尔茨领导的社民党与执政联盟内的自由民主党和绿党 早前在财税政策等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埃及阿莱姆港附近的鸿海海域 24号发生游船沉没事故 16人包括12名外国人和4名埃及人仍然失踪 事故中有28人获救 当中包括两名中国游客 出事的游船18号从阿莱姆港起航 展开多天的潜水之旅 原定22号抵达鸿海沿岸城市胡尔加达 不过鸿海省当局25号清晨50半左右 收到游船发出的求救信号 随即展开救援行动 初步报告显示 游船遭到突然的大浪袭击 并在5到7分钟内轻负 部分乘客因被困船舱而无法逃生 当局之前表示有17人失踪 但其后更新为16人 本台消息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机场一架货机 25号在降落时坠毁 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实施货机是由德国物流公司DHL 委托总部设于西班牙的 斯维夫特航空直飞 从德国莱比锡飞往维尔纽斯 立陶宛当局表示 至今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破坏行动 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表示 要调查后才能确认坠机原因 猜测无助于确定真相 不过在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的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说 德国需要与立陶宛及西班牙合作调查事件 是意外亦或是动荡时期的混合式袭击事件 今天节目最后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18.03点 涨幅0.30% 保收5987.37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440.06点 涨幅0.99% 保收44736.57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51.19点 涨幅0.27% 保收19054.84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到节目 由小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感谢收听